丹大领导开放第二天就发生意外 开放第二十天 男子在领导18K摔下山谷 消防人员以山邹独轮车接驳送医 账面上这两起是有通报警察单位 但没通报的就超过时期 越野车乱象每天上演 让山区居民很无奈 单大领导全长68公里 号称全台最长领导 2004年七二水灾后封闭18年 今年开放 路况却依旧乱糟糟 目前临班道路只修到17公里处 再往上的路段 大小摊方几乎无法汇车 呼吁民众等待道路完全休整 再入山林 别轻易冒险前往 在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好 疫情方面